常见的涂抹类美甲产品分为甲油胶 普通指甲油,水性指甲油 甲油胶需要灯罩,持久度最长,泄起来最慢 普通指甲油气味稍大,涂完自然等干 洗加水就能直接擦掉,持久度一般 水性指甲油气味最小,也是干得最慢,泄起来最快的 但是因为水溶性,所以持久度最短 这里我们说的都是普通指甲油,也是店里最多的 首先要涂底油,底油有不同的功能 有护理,可拨,持久等等,购买以前要自己选择 起刷的时候因为杆子上已经有很多指甲油 所以要这样左右左右蹭掉 最后一下把面朝自己的一面整个蹭掉 这样刷子就会散开 另一面根据粘稠度,粘稠的就多留一点 稀薄的就少留一点 用有指甲油的一面刷,让刷子和指甲的角度小一点 不要立着刷子 指甲大的人需要多蘸几次 但是同一个地方就不要反复刷了 越是稀的指甲油越是容易涂得不匀 这一层不用在意匀不匀 干透就可以涂第二层了 像这种特别透的指甲油 第二层也有可能不匀,不要在意 如果你涂得溢出去了 可以用刷子蘸着洗甲水刷边缘 清理刷子需要在纸巾上这样左右左右滑 不要立着出 一次清理不干净就再沾一次洗甲水 彻底干透就可以涂第三层了 方法和前两步一样 大部分的指甲油都是两三层就足够均匀了 只有特别透的指甲油才需要四层或者五层 指甲油干透特别薄和斩油胶不同 所以不用担心太厚 注意,一定不要反复涂 视频里示范的就是反复刷和逆向刷会造成的空心 指甲油要刷的快一点 因为干透的指甲油也会被再次溶解 对于指甲油来说,慢弓出烂活 过慢的动作也会造成空心 一旦刷子上的基本上干掉之后 越慢就会造成越不匀 刷指甲油的秘诀主要在于轻、快、不重复 干透才能涂顶油 很多妹子会在指甲油没干透的时候就涂顶油了 这样反而会让指甲油掉的快 而且整体会干的慢,所以一定要等干透 注意我的包边 点油包边会大大提高持久度 现在的颜色容易涂得到处都是 卸的时候可以在手指周围涂上护理油或者护手霜 用卸甲棉沾着洗甲水敷在指甲上 片刻以后擦掉,这样就不会弄脏指缘 对于清理不到的指甲缝 可以用棉签沾着洗甲水清理 一定要多敷一会儿 让洗甲水有足够的时间融化指甲油 很多妹子一上来就使劲的擦 然后就会擦得到处都是 以及会擦坏指甲 卸指甲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温柔 亮片指甲油比较难卸 需要多敷一会儿 甚至可以用锡纸包住 几分钟以后亮片就自动掉了 如果指甲缝里面有指甲油 用刷子沾洗甲水轻轻的刷指甲缝 让指甲油慢慢溶解 用纸巾吸掉多余的指甲油 再重复一两次 直到指甲干净为止 千万不要抠 抠会导致油力线下降 也可以在指甲中间涂可剥底油 用棉签擦掉多余的部分 干后涂指甲油 卸的时候撕掉中间的部分 周围用棉签沾洗甲水擦掉就好 视频是加速的 棉签也一定要多融化一会儿 有人以为涂了指缘打底胶就可以乱涂 实际上涂不好指甲油的人 也无法精准的涂打底胶 所以还是需要用到刷子 用眉甲搓条打磨甲型的时候 一定要同方向打磨 不要搓来搓去 否则就会容易分层 大部分妹子的指甲都是圆弧的 侧面容易裂开 打磨平整或者边角再多打磨一点 就会比较难裂开 在指缘上涂去死皮剂 一两分钟以后用举木棒轻轻地刮 然后用纸巾擦掉 从来没有去过死皮的妹子 每天用一次 连续三天指缘就会很干净 接下去一周一两次就可以了 要求特别高的也可以用死皮推 推一下多出来的死皮 因为是死皮所以没有感觉 翘夹以后可以剪掉 新手会剪成锯齿 但是熟能生巧 多练几次就可以了 不要因为锯齿而使劲剪 剪破了会疼 大部分人都不需要做这一步 卸甲或去死皮后一定要洗手 让洗手液等带走指甲和指甲缝里的去死皮剂 或者洗甲水 然后在裸甲的时候可以涂指甲面膜 十几分钟后撕掉再涂护理油 就像化妆需要护肤一样 眉甲也需要护理 基础的教程到此为止 如果你对我感兴趣 可以搜索俄罗斯田园猫 查看更多教育